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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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心会安定 你的人格会比较健全 你的心理就比较正常 你在这一天的生活之中 你会比较平安 如果你看小说 是不是有这个效果 就很难说 能够看励志的文章 有这种勉励作用 是不是有诵经的作用 很难说 很难说 所以是一个是宗教的 一个是艺术的 或者是哲学的欣赏 在这方面是不达相同的 可是做一个已经是一个副教徒的人 来看了 我们究竟时间怎么分配 就专门诵经吧 小说不要看了 诗歌不要看了 音乐不要听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们宗教徒也有宗教徒的诗歌 宗教徒本身就会产生艺术品 就会产生艺术的需求 艺术本身是衬突出 我们宗教信仰的诚恳 和宗教信仰的一种调剂 还是宗教信仰的文化 所以是在宗教的信仰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建筑绘画 以及诗歌 以及文修作品相当的多 那就是在信仰宗教的同时 或者是看了很多的经典 修行的经典的内容之后 他们就会产生出这些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和艺术的欣赏的能力 像这些我可以说 并行而不相违背的 但是哪一个重 哪一个轻 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 这也就很难说了 一个是信仰 一个是欣赏 那信仰的是啊 是个生命的里边的一个准则 准则 欣赏啊 是啊 我们的生活里边的情绪 或者是生活里边呢 让你有一些陶冶的作用 让你有一些呢 好像啊 这个润滑的作用 宗教信仰 如果集合这些艺术的产品啊 那就是非常好了 所以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信仰之中啊 在佛教的信仰之中啊 是以信仰为主 信仰之中 有许可 也赞成 也鼓励艺术的欣赏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啊 就是像调剂啊 像调和啊 就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台北市的安和芬院呢 也叫人家画画 这些就是艺术 也不能够说 因为新的宗教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阿弥陀佛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对 对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对 二十一年 就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